十年如一 大家希望MyRadio有另一個十年的話 就真的請你現實些課金、交月費 支持MyRadio 如果想動文繼續像現在這樣 可以做很多種節目的話 就請你支持MyRadio 繼續有另一個十年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未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OLFERMEL GENTLE DONNA OLFERMEL GENTLE DONNA 並且合輪 不是 步步友在外面好像走過 已經過了 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 埋變大運材 外面的大賽波子接近終點 步步友很輕鬆 你贏了這場香港 你這樣 回來第二節話場USB 剛剛跑完阿聯遊打比 現在還在拍照 但是G師兄你看到什麼 最正常戰果 G師兄已經中了13和10 最後一步是軍隊暴雪 再換一換腳 來贏大閘 整個我覺得沒有輸到 那隻Eviclaris沒有輸到 跑多次 第三是哪隻呢 就是剛才我罵人家的總統 那隻MASTER PLAN 後面追上來第三 這就斷斷放 這三隻全部都有機會 因為現在尤其是MASTER PLAN 希望他夠分 現在他20分 應該不夠 但是頭二馬 因為這隻Thunder Snow 最後補錢 又去跑大比 頭二馬應該可以過有吉義元 如無以外 10就一定過得到 因為贏了日本那一場 我覺得這場是李莫說 其實不需要跟他那麼勇敢 輸了給他就算了 沒什麼緊要 這場熱身 很多合夥馬主過去 G師兄很緊張 很多合夥馬主過去 都要贏的 都要贏的 Anyway 這場賽事就跑到這裏 但最後我想 為什麼我會請G師兄多留幾分鐘 其實都說回 剛才我講到杜拜世界盃的時候 都要講 那些說法 就有點不同 其實事緣 其實都是那個問題 其實我們做網媒 做網上的賽馬 改馬名的事情 其實G師兄和我都沒有十年都有八年 其實以往來講 一直以來我們做這些 以往來講 跟馬會的默契都幾好 馬會都有一個慣例 譬如說我們坊間 有一些用了很久的名字 他們看到都會採納 有時候如果沒有的 大家會夾過 甚至乎有些 香港馬 有參與的 即是香港的 外地出賽的馬 有參與的 在這些改變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可能都會 跟馬主打個招呼 問一下他們的意願是怎樣 如果不然我們就來 但現在這幾年 即是馬名這件事 都已經是吐了血 竟然 之前那隻9號 AeroGi 竟然在未改現在這個名字 竟然改了 叫做 指鹿為馬 我想大家都挖了眼 G師兄 G師兄 都不方便發表 我都留給人家 但是可想而知 這件事都看到 你現在還要改那三個字 擺明是還擊 可能都看到我 我都出了一段聲明 關於這件事都譴責 但是我都覺得 講到美大前提 我們都是想這件事好 還有就是說 不是說我們 不是說要挑離機 而的確 你這些馬名的東西 其實 改馬名的東西 其實在很多外國的地方 是有很 是有很繁複的手續 不是純粹說 你看個英文字 有邊讀邊 有字 有譯照譯 好像我們日本那些馬名 改名 我們入籍去JRA申請馬名的時候 我們是要寫一段解釋 這個馬名是怎麼來的 那 就好像這隻ARROG 那樣 我想阿知星 你在美國那裡 都看到很多 那些前輩 或者那邊的專家 或者馬主方面 都解釋得很清楚 為什麼當時 我們會叫這隻馬 擅取 而不是他說的指鹿為馬 但是怎樣也好 我也是想這樣說給大家聽 就是說 好像這些 我們做網 我們大家都是希望 那個賽馬事業去發達 但是 往往就是這些 這些劣幣 就搞到整個 整件事就不好 當然我都不希望以後 就是這樣 只是想再加多一句說話 是 尤其師兄又可以我講一句說話 請說 關你事的 都你說 我想說就是 無論 改什麼都好 對面最多 指警 既窮去到那裡 就是 改別人的名字 他懂得什麼 人家 人家 這隻馬 是早 一年半 再做幾多 才不再在那裡 再和大家斟酌 人家早一年 已經錄得出這隻馬 是飛翅中文 他一年七場馬之後 現在去到這個地步 二千八百萬的三寶在面前 這個狀舉 如果跑出來 是史無前例 全世界最貴的三場馬 居立了 我同意 人家師兄所說 大家想為一件事好 這些名字各方面的事 是一些花邊 人家師兄也不想再浪費太多時間去斟酌 還有 我們網上做這些 都是很有心機去做的 好像阿知師兄那個嘉進元 那些 他撰遞一個馬名的時候 大家都做了很多事前功夫 不是說亂禁 好像那位仁兄那樣 喜歡指鹿為馬就指鹿為馬 不是那一回事 大家都知道 希望馬會正視一下這件事 現在就罵了 現在就拿一隻世界馬王 這樣搞法 我想巴庫達那些都知道 都會嚇醒 無論如何 盧蘇說完了 再一次 多謝阿知師兄 剛才幫我們剖析了 那幾場杜拜的心水 我們看看下次 我們再有月揚直播 要再找你幫忙 多謝你 不妨礙大家說高崇公 知師兄在這裏跟大家說 拜拜 OK 謝謝知師兄 那我收線了 OK OK 好了 送走了知師兄之後 跟著我們都要講回本地 明天的賽事 明天除了本地有十場賽事之外 另外當然都是高崇公的日子 但今年高崇公沒有香港馬過去 本來有型格 但是跑完那一場百周年之後 就決定不去 變成現在去到那十幾隻日本馬 我覺得都是非常窩拖 即各位馬迷明天 就可以去各大頭駐站 奉教主勸喻 記得去投票 是的 我們現在就冷點 我們就在網上投票 投這個高崇公 記住 記得去投票 大家 笑話 說完了 我們不如先看看高崇公的影片 今年的高崇公 其實真是 老實說 非常之一般 首先我們看看這一場其中一隻 排面馬 那隻紅石柳 也是滿樂時的衣服 吉田太太 這隻馬是燈塔島的 他是澳洲話 這隻不是一般的 他有點像拳壇奇蹟 因為拳壇奇蹟 雖然他是富士奇奇 但是他現在撲上來的 這隻馬是不斷進步的 所以這場其實他也是擂台等 擂台其中一隻有機會的馬 另外就要說一下這一組 就是板急杯 其實最主要就是看看那隻 桃岳修治 雖然他跑第八 用詩英都非常不喜歡的村田 但是這隻馬上年贏那場板神杯 其實是跑得不錯 但是這場贏那隻激古通話和提花 其實之前那些OP賽都不夠水準 所以其實他現在這兩隻馬 其實在那邊 都是大冷門來的 你現在看到這隻激古通話和提花 其實都是大家在鬥爬 那陶學修治 我自己覺得他也是 其實他是有級數的 好 接著看看這場 唐吉快跑 看看櫻花賞的冠軍怎麼跑 其實要搞到現在唐吉快跑 在那邊其實都有飛的時候 你都證明這一場 這場是京都癡馬 感到三級賽 其實他只是跟馬女跑 另外第二名 每月一回其實他都有份跑 唐吉快跑 始終他也是一里 跑千二 不是 跑千四 跑這些賽事 他有他的級數 這次跑千二 其實就有他的想法 然後看看這場 這個思路錦標 看看那隻特色星雲 以前穿星雲天空那件衣服 這隻馬 而且看看那隻羅威少亞 那隻羅威少亞其實 跑那一場 上年的短童馬錦標 他都跑過第三 但是贏那隻就沒有跑到 但其實你看到 大家都有些海軍鬥水兵 現在這隻特色星雲 老實說 他都是纏回來 最後都不夠人跑 其實今年那幾場引進賽 那個水準 其實都非常入波 看看去年那場反神杯 看看那隻 看看那隻徒學修節 怎麼可以放下明媚島 其實亦都因為這場馬 斷送了李慕 叫做為李慕 斷送冠軍的伏線 我想師兄都應該同意 沒錯 村田在不應該贏的時候 就像師兄說的 他就贏了 但這隻徒學修節 其實以往的 板神杯的水準 其實不錯 其實很多不去香港 跑短途錦標那些馬 就來考這場板神杯 其實你看見那隻徒學修節 他撲得很厲害 另外外面那一匹引以為榮 也很厲害 我呢 就讓我先說 我一隻引以為榮 披當輪倒 一輪三屁 十六回 其實真是抵玩 反光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這組馬 逐點說一句 我覺得找一隻永旺年年去跑 都贏了 老實說一句 他這場真的放一隻永旺年年去跑 都贏了 但是 第一 當然是引以為榮 其實老退 就真的沒有以前那麼鎮 但其實今年 京都金杯 他都輸給一隻 當起的天域龍馬 和那隻 那隻 那隻 這兩隻 其實四歲都很當起 兩隻都很準成 引以為榮 其實現在都這麼老 其實都 還未肯退役 還未肯退役 二來 其實他是跑一千六 對著這一堆千五 我覺得都挺垃圾的 欺負他一些級數 縮情 希望真的幫金子真人神 幫這隻馬 贏回一場一級賽 因為這隻馬的媽媽 其實他是直播羅山的全兄妹 其實各方面都很想幫他 真的 偷也好 怎樣也好 還有最重要 現在有十六 他真的一輪三匹 當輪到 我覺得也都 非常之合適 排過二檔 希望幫金子真人神 撿回一場輪 我就十六 如果中了我 就算中了一個派 我覺得也對得太功可住 我就是二號的引以為榮 即是很簡單 這隻搞定真的要課金 其實我也有引以為榮 因為這場馬 看見這場馬 其實我都覺得幾心傷 因為 我想每一年 講高重工 都是說那年的水準很頑 到今年就更頑 即是一蟹不如一蟹 就是今年的高重工 跟榮王真誠少女之後 都沒有一些很stand out的短路 真的一蟹不如一蟹 其實我簡單一點 我覺得 杜滿來之所以不去杜拜 其實很大程度 都是因為這隻彎都赤進 如果大家還看回 其實我應該要找回 香港短途錦給那條片 但不要緊 大家可以看回 其實如果你看回那場馬 彎都赤進 因為我記得他當時是排過大外檔 其實那隻馬是沒有怎樣用過 雖然之後都是順著回來 但都輸得幾遠 最後應該是跑第十二回來 即是尾二回來 跑得很頑 但那隻馬真的沒有怎樣用過 因為那個檔又不好 回到日本 就一直偷偷慢著 就跑這場 新鮮感就足夠了 看回日本那邊的神操片 因為時間太短 我都做不到神操片 給大家看回 但這隻馬是明顯 經過三個多月的休息 這隻馬是體力恢復 這次又排了七檔 其實對這匹馬 很有幫助 而且這隻馬 其實你記得他去年 跑CBC上的時候 他都是排大外檔之下 都是贏馬 我都說過這匹馬 他排外檔 在日本排外檔 演出不頑 所以這次我覺得這匹馬 令到杜滿來 杜拜都不去 我相信 都只是這一點 都要看過 還有就這麼說 因為他現在在日本的騎士幫 他現在是帶出來的 他都希望盡量把優勢帶開一點 讓後面的人追 你就好過你去追 今年他那個騎士本身的表現都相當不錯 所以這隻馬我會要回 紅石柳 剛才阿拉拉都說了這匹馬 其實那個性質都很像拳壇忌跡 拳壇忌跡 他是一隻日本配種的Fuji Kiseki的指示 因為當年他是禍親 拿了一隻富士奇跡去配種 去到Aerofield那裡 配了出來之後 就自己買回來 真的禍親 然後回到日本 連贏兩屆的高重工 這隻登塔島的兒子 又是類似這樣的性質 看看他上一次 那場跑Ocean State 那隻海洋錦標 你看到他是有前有後 也是很有功價的一匹馬 熱就熱一點 但是我估計臨場 可能彎刀赤進 都會再熱一點都不頂 變成這一匹馬 其實他在外邊 這個檔位走 其實都比較彈性一點 可以彈性一點 因為他都是一隻在外面蓋上來的馬 如果你看到之前那場馬 所以我覺得這一對馬 可能這條Q就會熱一點點 但是膽我就會拿彎刀赤進 但是應該都會在前面回來 引以為榮 另外我覺得這批黑柴 除了黑柴之中 亦都是一匹很像一個密奇島 又是千辛萬苦 才最後贏了那場Mild Championship 然後就退役 打算他來香港最後退役 幕後之所以一直都不退 應該都是純粹很大程度 因為他本身的血統也是一個很漂亮的血統 而他一直跑上級跑級制賽以來 是一場都沒有贏過 破格這些叫Maden Group Win 可能這場都有 還有這隻馬 即是二檔也都會幾幫到他 真是欺負內田博行 跟他合不合 但是以馬論馬 這隻馬他長期都在這堆馬前前後後回來 即是給他多一次機會 八歲了 只是一個誠意都要致敬 最後 給一隻快馬 給一隻冷馬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對上兩場馬 在C路錦標和板急杯都跑得很接近那一匹提快來 這匹十五號馬 冷就幾冷下 你看回之前那兩條片 他都是後面衝一段 都走勢得很凶狠 四位楊文 之前那幾隻 剛剛之前那一匹李健戰神 本來以為他會跑 復出給他跑 誰知道換了人跑 然後輸了 我覺得都 某程度上都幫四位楊文平反 因為 竟然那隻馬都沒得跑 所以就給他走勢 但這隻馬 這隻馬他真的也是功夫做得都很足 還有就是 這個檔位 對他影響不是那麼大 因為他都不是一隻擺前面的馬 看看他最後爆到多少 所以這一場高重工紀念 我就會給七號的彎刀赤障 十二號的紅石樓 二號的引以為榮 以及十五號的提花 其實我是要潤一下師兄的 本來我有想過選擇那隻圖學秀子 因為我覺得 一直都覺得板神杯的水準 其實是一向都高的 但是因為村田國哥 大家都知道 我都不想得罪你 所以不用得罪我 就是這樣開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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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這個圖學修詞 我自己覺得 級數最高是他 但是 大家都看到這個騎士 他那個發揮 就是經常都什麼 但是 我跟師兄經常有一件事 我不是很同意他 就是大家拿出來開玩笑 我經常說 我經常說村田這個人 是很有運的一個騎士 是很有運的一個騎士 他整個是搞我 就是因為他 風修節 你現在想想 贏打比 其實他也是很有運 李武華跑得很好 他這樣村田 那隻馬高 那時候高了一點點 那就搞定你 所以這個是值得 我現在值得傳你 村田虛無技術 但是絕對有非常好的運氣 這個騎士 好啦 剩下時間不多了 不如我們說一場本地賽 那就終結了 其實明天 都等了很久 阿潘 我待會讓你多說一些 阿火車潘 阿火車潘 明天就是 處子登場了 都很誇張 連大摩 都叫做第一次 被第一次出賽的見習生 竟然是 重量級支持 給他三隻馬 但是我們今天是說哪一場 講第九場 講八場二班千六 那場西洋會挑戰盃 我們首先看看 好 看片 因為都有新馬 要講 師兄阿正魅力之有 田泰安把握著天時地利人和 但是我經常都是那句 我不聽師兄說 這個田泰安 其實最後證實 其實都是一個 極之麻麻的一個騎士 他上個星期又騎輸了一隻主力 但是這場馬 他真的有天造地刺的形勢 開了個位給你 你才贏到一隻美麗寶寶 所以我自己老實說 我就有些保留 我就對這隻 好 你們看看怪獸家長 其實這一組馬 之前看大洪圖 他也看過 他跟無敵飛龍 他就拍著一起衝過終點 其實就是 但是怪獸家長 雖然那一場 是用田泰安跑 但是形勢又是很好 他跟著排了個十二檔 雖然換回莫雷拉 但是我打了 但是這隻馬 他幾次跑到外檔 都跑得不好 其實就是 這隻馬 我就有些保留 然後看看太陽起起 上次就是王浩南跑 這樣就是王浩南 這樣就是王浩南 這樣就 被他放在前面走 建習生用一些最簡單的跑法 所以就 這樣就 可以 搞得碰回來 這樣就贏到這一場 這樣 跑到第二 其實贏他的那隻 哈哈爸爸 其實最後跑 打給他表現都不差 另外那隻就是 赤兔寶駅 這樣也都跑得不錯 好 那隻新馬 那隻叫火箭 九澳馬火箭區 那又是smart missile 這個血統其實就 比較一般 其實媽媽就more than ready 但是他就跑過六場 就贏過一場1600米 那火箭區其實就 第四胎 那就贏過1400至1600 那smart missile 也是之前幾次都說過 其實他都是那些 比較 就是他其實在澳洲近年都頗受重視 這隻是其中一隻 有black type的子字 那他為什麼有black type 這樣說一說 那首先要和 那有些朋友智協 其實本來就是準備了那一場 他寫的就叫做羅便臣錦錶 但是呢 因為那場 叫做特ark 6 就是特ark 6 特ark 6 特ark 6 因為有博彩國師賺助 但是馬會就不可以寫那個 但是這隻馬 跑圍省打比的時候 2500 血統証證明也沒什麼強力 現在Racing.com 鎖位了一些影片 本來準備了這條影片給大家看 但因為畫質太差 所以沒有拿出來 但可以說一下這場是怎樣跑 他在內蘭跑 沿途是試著慢步速 他在考菲爾得杯的賽日 長期的傳統智慧都是說 考菲爾得杯其實走外面比走入面 因為走入面是很容易塞車的 經常都是這樣的 以那個賽日來說 火箭區那場馬真的很慘 他在一檔那裡就摔死了 就好像平常跑馬地 人家有些馬在外面中段變咒 他在內面就被人坐下 不斷坐下坐下坐下 由第二位差不多倒到尾幾隻 但又不要說 他一轉入直路有個空位 現在跑上來這樣就跑第二 已經可以 這組馬其實都OK 其實跟著跑貴軍的Inference 之後跑圍省打比也跑第三 今年還要贏藍域堅尼 再在玫瑰江堅尼跑過亞軍 玫瑰江堅尼其實是甚麼馬 在美麗傳承的就是 這隻馬其實我是很喜歡的 因為我很喜歡他這樣坐下坐下 被人在那一場 變成這樣坐下坐下 都坐回來 被人坐到這樣 都可以兩步就撲上去跑第二 這麼早運過來 讓他適應了這個環境 這隻馬一定是跑2018年打比的 一個重要分子 可以回來 可以回來 我是喜歡的 你先說 我先說 因為我都想趁這個時間再說多一次 讓你再說多一些潘明輝 說多一次火車潘 其實在未開麥克風之前 大家都記得 早幾個星期都已經幾次 說潘明輝的位騎士 其實當時每個一次 我又看多一些東西 每個一次又看多一些東西 到今天為止 我就看了他百多場馬 即是他看了他百多場跑的馬 即是他任何前面放的 又看過 中間留一留 又看過 後上的又看過 即是比我更加 看了百多場馬之後 我就覺得 我的結論就是 當然 我又不想在這裏 就將他太神化 但的確 事實上就是 在馬會實施 這個放陽政策以來 潘明輝也應該 是在這個計劃之下 成績最好的一位騎士 我上個星期都講過 他也是有這個計劃以來 第一位在外國 拿到冠軍見習生的一位騎士 雖然說的是南澳 南澳也是對著什麼 說的是什麼對手 即是何浩達那些 那一堆對手 但始終 你要達至這個成績 你都要自己努力才行 不是說 如果你沒有成績 就算你去到 哄仔 哄仔 都可以浸膠籠 所以 我看回他那百多場馬 他的確實 當中有些都是 譬如說 跑過大賽旗 他都跟一些高手較量 都跟其他省去的高手較量 他當然騎工 還有很多改善的地方 但是 以一個贏了過百場 頭馬的騎士 來到香港 竟然還有十磅減 其實那個好處的地方 真的很重要 所以就這樣說 所以這次他騎足九場 我自己都預期他會有好成績 我或者會大膽一點 我會買著騎士王買潘明輝 都不頂 看看現在騎士王潘明輝幾倍 但是又這樣說 明天對於他來說 是欺負他一件事 如果你說他的天分可能是不良 師兄不錯 有十二倍 只有十幾倍 有票 所以我就覺得 明天 你就要看看他怎樣去習慣這個沙田 其實明天唯一欺負到的一件事 他就是不熟悉沙田的跑道 還有就是說 那個相比在南澳的地方 比較再緊迫一些的跑法 他就真的要習慣一下 因為都要自己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在南澳出馬不是那麼多 平時出每一場的馬不是那麼多 他都可能有些空間 可以走位等等 但是去到這些十四匹的時候 或者十幾匹的時候 可能他取位那方面就要很小心 如果不是可能第一次出馬 就好像毛顯東那樣 第一次柱子登場就被人罰停賽 這樣就大件事 但怎樣都呢 這場馬呢 我就會選 我就覺得 太陽氣氣對他 應該師傅會幫我開齋 就是這隻馬 這隻馬 其實上一次王浩南 我覺得他為什麼 上一次放王浩南 其實在某程度上 當然他除了有輕磅之助 其實對賀賢來說 都是一個評估 就是看一隻建杂生 騎一隻這樣的馬 去到什麼街道 然後再比較自己的建杂生 他會是怎樣呢 這一場 就輸給哈哈巴巴 就正正看到這個效果 所以王浩南 都可以跑到位置 放上潘明輝 又不是什麼重磅 當然就如虎添翼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就應該助穩慰望贏 至於初出那筆火箭區 馬主的老爸 就三冠王 拿了 那些王氣 你留給我多說 那我留給你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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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是說 那老爸就威完了 那就輪到兒子威了 那這隻馬 其實我覺得他 在那邊 你剛剛解釋那個賽職的時候 我就是給他的走勢吸引 這隻馬 在大摩道 也算是做足功夫來講 所以我都會選他 留給你多說 那跟著 另外那兩匹 我都會考得比較近 都是那兩匹 之前輸給大鴻圖的兩匹馬 加州、騰龍和小米洲 那兩匹馬 都是有近跡 那跑回這些 跑回這些 這樣的二班賽 那他雖則又是重磅些 但是他有個班底 應該都可以 有一僧之力 所以這一場 我就是選六九四三 我說多一點火箭區 因為其實 這隻馬 他都是那樣的 他在Cofield 他那天的形勢真的很不利 因為內難 是完全都沒有好處的 完全都沒有好處 被人坐了下去 那這些馬 其實已經是去到 美麗傳承 那個級數 這一組二班 其實又不是很強 那我就覺得 我真的覺得二十幾倍 可以當著Winplay 我自己覺得 那太陽起起那些 那些不說 聖德威 其實西洋會 傳統上 高東尼是很… 傳統民間智慧 就很喜歡 因為很… 高氏兄弟都很重視 對 大家都是西洋人 聖德威始終都是經典 一里賽第四 那麼今年的賽事 我們都說過 水長很高 要馬豬放棄打鼻 應該都幫他補花牆 那麼鬥志 我不懷疑的 這樣就應該可以相信 最後就要回一隻怪獸家長 其實分量不太多 其實我不太喜歡他排外套 不過呢 就找莫萊拉試襲 準備好 是要相信他的鬥志 那麼四隻 火箭區 太陽起起 聖德威 怪獸家長 好了 講到這裡 又過了一集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馬場USB 記得還有幾天 記得交月費 還有下個星期 我們就會公佈 怎樣去打鼻警察遊戲 那個得獎是哪位 那麼我們下個星期六 廢話九點鐘 九點鐘馬場USB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